张灵和白露,我仍然记得你,是什么让张灵和无法忘记白露,即使时隔多年。 在人生画卷上,一脚记忆深深地刻在张灵和心中关于白露的记忆。 尽管岁月流逝,生活将他拉得很远,但他的形象仍然永存于他心中,如同黑夜中的一抹微光。 有一些事情,张灵和无法忘记关于白露,那些美好的回忆和从未褪色的情感。 首先,是白露的笑容就像雨中的阳光般明亮温暖。 每当他看到她,那笑容就像是关于幸福和快乐的承诺,融化了她心中的冰冷,点燃了她强烈的爱意。 除了外表的美丽,张灵和无法忘记白露的是她的理解和智慧。 她总是能够同情、倾听并与她分享最美好的事物。 在交谈中,她的观点和想法总是让她感到惊讶和钦佩。 白露不仅是一位朋友,还是一个可靠的搭档,始终在她身边与她分享快乐和悲伤。 也许让张灵和无法忘记白露的最重要的是她对她真挚而深沉的爱。 尽管距离遥远,但在她心中,白露的形象始终存在,永远是她克服生活中的一切挑战的动力和力量。 每当想起她,她就感到心中充满温暖和幸福。 尽管时光流逝,但白露的记忆仍然深深地铭刻在张灵和的心中。 她带给她的美好和意义将永远是她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在中国娱乐圈,张灵和白露之间的感情变得特别美丽和迷人。 她们不仅是同事,还是彼此的伙伴和朋友,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互支持和关心。 通过专业技能和才华,张灵和白露都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她们之间的和谐与亲密关系也成为娱乐界的特色。 尽管都是知名明星,但她们仍然保持谦逊和一致,没有在工作中虚伪或竞争。 张灵和白露之间的感情不仅仅因为紧密的友谊而受到许多人的敬佩,还因为她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。 她们总是在一起,分享生活和工作中的快乐和悲伤。 在娱乐圈中,理解和仁爱之情是稀有的,而张灵和白露之间却表现得非常突出。 张灵和白露之间的美好感情也激励着许多粉丝。 她们不仅是事业上专业和成功的楷模,还是生活中有意和爱情的象征。 回顾她们的旅程,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感情不仅仅停留在两个人之间,而且还传播并成为社区的激励源泉。 张灵和白露证明了,在娱乐圈中,情感和仁爱仍然是非常宝贵的价值观,不仅使它们发光,还使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温暖和美丽。 11年后在同台,才发现陈晓与赵丽颖,不过是道高一尺磨高一。 时光流转,11年后的今天,我们看到了赵丽颖,用自己的作品狠狠回击了当年曾经看不起她的陈晓。 这一场相撞让人们对两人的娱乐之路产生了无限遐想与思考。 赵丽颖自从带着凤行沙回古装剧舞台后,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一路攀升,而陈晓则在这次相撞中注定成了输家。 近期,两人的作品同一时间热播,一个在古装剧里大显身手,而另一个则卷入了家长里短的纷争中。 陈晓曾与仙女刘亦菲合作,她们俊男美女的搭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,而陈晓在偶像剧中的表现也备受好评。 然而,今年的她却将注意力转向了婆媳剧,这对她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 观众们发现,她似乎在这场挑战中并不尽如人意,新剧口碑频频暴跌,让人感到失望。 在这部戏中,童谣与陈晓扮演的夫妻关系引发了不少讨论。 她们的睡觉方式、婆媳关系等情节让人忍俊不禁,但也暴露出剧情过于魔幻的问题。 网友们纷纷吐槽这种贤妻良母的老套剧情在2024年已经不应该出现了,这也让观众对陈晓的演技和选择产生了质疑。 与此同时,赵丽颖的《雨凤行》开播后取得了巨大成功。 这部戏不仅收视率破记录,口碑也一路飙升,成为了现象级的大爆款。 赵丽颖在戏中的表现在现,打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她不仅是主演,还担任监制,展现了多方面的才华与能力。 与小日子的比较也让人看到了她的成长与进步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次同框竞技中,赵丽颖的表现远远超过了陈晓。 两人间的差距也更加明显,让人不禁唏嘘不已。 而当年陈晓与陈妍结婚的消息传出时,让观众们更加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天壤之别。 11年来,两人的娱乐之路各自发展,赵丽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 而陈晓在事业上的起伏也让人不得不思考,当年的不告而别是否真的明智。 如今,他们各自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,或许这也是最好的结局。 娱乐圈的竞争与变化,无时不刻不在,每个演员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和事业努力着。 赵丽颖与陈晓的故事或许只是娱乐圈中的一个缩影, 但他们所展示的奋斗精神和执着追求却是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。 愿两人在各自的道路上继续前行,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。 欢迎评论留言,点赞关注,如有侵权问题请联系我们。 11年后再次同台,才发现陈晓与赵丽颖,不过是道高一尺磨高一丈。 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两人的比喻,更是对人生的一种深刻思考。 陈晓与赵丽颖是中国影视界,备受瞩目的两位明星, 两人曾合作过多部影视剧,深受观众喜爱。 然而,11年后再度相遇,却发现彼此间已经有了天壤之别。 这句道高一尺磨高一丈揭示了一个道理,在人生的道路上,每个人都会有所成长,但也会面临各种诱惑和考验,有时候,诱惑和挑战会比我们的成长更快更高。 这句话也反映了人生的无常和变化。 即便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,在时间的洪流中也可能会有起伏和变化。 11年后再相遇,彼此间的差距让人不禁感慨万千,也让人深思人生的意义何在? 在这个物欲横流,竞争激烈的社会,人们往往容易被外在的成功和名利所迷惑,但这句话提醒我们,真正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外在的荣耀和地位,更在于内心的修为和品德。 道高一尺,是指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,而磨高一丈,则是指人面对的各种诱惑和障碍。 因此,对于每个人而言,重要的不仅是在外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,更是在内心世界的修炼和提升。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,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善良,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,不被外界诱惑所动摇。 总的来说,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两位明星的一种评价,更是对人生的一种启示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应该不断提升自己,坚持善良的信念,才能真正取得内心的平静与成功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应该不断提升自己,坚持善良的信念,才能真正取得内心。 在人生的道路上,我们应该不断提升自己,坚持善良的信念,才能真正取得内心。